大家知道吗 全世界第一家推出 豪宏经济舱的航空公司 是我们台湾的长荣航空 1991年前 所有的航空公司 卖的就是头短舱 商务舱跟经济舱 长荣那时候买了 波音747-400之后 在飞洛杉矶的航班中 推出介于商务舱 跟经济舱之间的舱等 那时候他们叫它长荣客舱 没想到大获豪评 242的宽敞座椅排列 有自己的娱乐系统萤幕 还有腿靠 而且大家知道 波音747它是分上下两层的 长荣当年把一部分的豪金舱 放在下层的最前面 也就是基比那一段 在那边的座位排列变成222 然后你看那时候最前面的那个墙壁 还有一片香蕉原 我们脸书发文后 很多长荣的老客人 来告诉我们当年的香蕉原 那原本叫长荣客舱 后来改成精英舱 一直到2018年之后 才变成我们现在知道的豪华经济舱 今天我们就是要搭入长荣航空 BR28的豪华机器舱 先回到旧金山 立刻转机纽原 我们现在刚洗完澡 可是单单买豪华经济舱的票 你没有办法进到贵宾室里面 除非你有航空公司一定等级的会员 否则我们就是用信用卡配合的新贵通 进来东方雨衣 在这边洗澡 你要先找服务人员排队 我们进来之后排了快两个小时才轮到我们 那太太你洗得舒爽吗 我觉得超级舒服的 因为它就是空间非常大 我刚刚甚至还有看到一家四口 推着婴儿手推着进去洗澡 真的超大的 什么背瓶都有 然后有吹风机 而且他们进去的时候 其实也清洁的非常干净 所以你可以放心使用 对了 还有这边东西也很好吃 我觉得那个面线跟酸菜鸭肉超好吃的 我偷偷帮太太选了飞机上的餐 而且他竟然告诉你卡路里耶 为什么 你记得我们上次搭长龙是什么时候吗 超久超久耶 因为除了在旧金山之后 我们几乎都是搭联合 后来就搭ANA 原本兴奋很久不见的长龙航空 非常期待哦 你这个黄喜贵冠状看起来怎么样 有点强 但座位其实还蛮顺的 好 你好紧张是242 看你的膝盖 永远都很够 应该换看你的 要看我的 好 坐下来了 看一下我的膝盖 还可以啦 还不错 对 终于灌水 然后还有 黏沸跟枕头 有拖鞋跟耳机 这好像比星云那个有点诚意 好软耶 这个 我记得星云那个比较小 但我觉得飞机上的耳机都差不多 就是不用太期待 我们在起飞前测试一下往后躺 OK 因为我们这个位置是等于是 好紧张的最后一排 是第27排 后面完全没有人 Go 好疼耶 已经到底了吗 那已经很疼了 哇 很舒服耶 纽约现在是快中午 对 所以我等一下应该是吃晚餐 然后睡觉 然后再醒来 记得哦 现在是大白天正中午 你要开始过纽约时间了 在座椅旁边有个架子 空前能可以踩上去 那我们现在查不到机身边 你目测它的年纪 大概几年 七八年了 但我觉得 萤幕跟软体应该是有更新过 是哦 萤幕是很不错的 你觉得配色其实是 满新的 真的吗 嗯 这比较主观一点 对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 真的哦 对 对 长龙航空英文都怎么叫它 EVA Air Line 刚刚在广告里面自己亲口念 EVA Air 但是你在登机门那边 他们自己的广播会念EVA Air Line 好像抖人念哦 可是如果是官方广告 跟大家讲的英文版 应该是最正式的 所以大家都怎么念呢 有 有 你是一个从来不需要坐在靠窗位置的人吗 小朋友看得很开心 他在看那个Mario OK 我隔壁这个越南小弟弟 他没看到有什么很开心的事情 都一直跟我说 然后还拍我的手 所以我跟他完全无法沟通 觉得在窗户边很棒 就是可以看风景 但我觉得空间更重要 如果我们两个都坐窗边的那两个位置 这样是OK的 但如果是三个的 里面那两个 我也觉得没有很开心 上厕所不要被卡住 对对对 没错 现在这个是 我前座完全放倒的时候的样子 你赶快点往后放倒吧 受对不起 但为什么会这样 从来没有这样发过 好有趣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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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太奇怪了 我拿到过夜包了 好可惜 通常会放在座位上 让我们来看看 到底床肉航空 特别分发的过夜包 让太太整个精神都熬了起来 灰老的 很常看到 然后这个是个猫头一图案 这个是挖挖吗 好香 真的喔 我觉得它整个里面包 都是一个很香的味道 OK 鱼花香 牙刷 耳塞 舒子 这个比较少见 眼罩 不存高的 我猜是乳液 乳液吗 不存高跟乳液 OK 满意了喔 时代的惊喜 有一个营造的气氛的堆叠 而且它是笑容满面的这样子 这是你的菠叶包喔 真的 特加鸡酱鸡腿排 姜黄饭 平常吃什么 因为我们网络上你选没有选成功 但是看不下要吃哪一种 拍一下喔 对 没有 感谢你 那我就选另外一种吧 你看 这样看起来有没有很高级 对 哇 那个虾子 对 有肉 有虾 有菇 有青菜 有起司 它的盒子也很漂亮耶 非常重吃的太太 看得非常满意 有 整个都有笑容 是布的吗 还是纸的 是纸的 但是是比较厚的纸 看起来很辣 对 很有质感 OK 烟青鸭肉 鸭肉对不对 厉害喔 好吃 很好吃喔 如何如何 越硬 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个质感的耶 虾子 完整的一只虾子耶 你自己吞就可以了 而且是虾子喔 不是小虾米什么之类的 有甜 好吃 我觉得没有到超嫩 但是还蛮好吃 我最喜欢是它那个 鸡酱的那个调味料 肉其实没有那么嫩耶 因为我本来想说鸡腿 应该稍微嫩一点 但是它 OK 好 太太来试一下我的牛肉吧 OK OK啊 搓下去的样子感觉蛮扎实的 对 因为它是那种 有点像炖肉 但是它用 它没有到很丝状 是块状的 但是 不至于融化 对 另外一个五分钟之后 我剩下14MB 所以大概五分钟 可以用掉20MB 对不对 谢谢 哇 你看看各位 有虾子 有干贝 还有扎实的芋头 还有看到姜丝 感觉是个非常清爽 但是扎实的芋头粥 这个看起来像是 玉子桑 这是什么 龙须菜吗 冷汗 有枸杞的冷汗 太太不敢吃枸杞 但我可以吃 大家在意的面包 有没有加热呢 有 而且烘热烘热的 Squish Squish 咱们好大可 好好喝 眼睛都打开了 它算绵密的粥 你看看港式的 港式的 有煮烂的那一种 对 那也没有超级烂 但是是蛮软的 刚刚太太把鱼香鸡肉 玉子烧的 玉子烧吃完了 只留下鱼香鸡肉 因为微辣 那我就把它拿在配音的粥 赞 超好吃的 对 然后下次芋头不用放那么多 没关系 好 对 对 对 好 海奸 好 好 謝謝 好 到了 終於到了 就金山 所以你搭完全世界豪金艙始祖 長榮航空的豪金艙之後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長榮的所有空間們非常的好 很甜美 笑容很美 而且也會主動跟我們說需要什麼什麼 像我們做豪金艙就是最好的 就是那個空間真的是超棒的 對你這麼高的人真的是非常好 我覺得長途旅行買的就是那個空間 空間最重要 那豪金艙買的空間的性價比算是比較高的 對 然後像我們做那個27的位置 後面躺下去是沒有人的 所以就蠻開心的 後面就是廁所啦 有的人會覺得吵 我們是覺得還好 但其實我覺得長榮飛機上的那個香味 我覺得蠻好聞的 所以廁所就算打開 就是會挑出他們的香味 我覺得還OK 航空公司不可能每一年都給你換新飛機 每一年都換你硬體做更新 講到底服務的品質跟餐點的部分 是航空公司可以每年去做精進的 那我覺得這次吃的東西也都還蠻不錯的 就是我覺得它擺盤很漂亮 比較像豪金艙的感覺 就是不像平常的精進艙 是肉質還好吧 對就是食物的那個肉質 但其他都還不錯 冷盤啊什麼之類 我覺得調味都不錯 反正肉質的部分 我們有透過那個survey跟他們講 對他們也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跑來問我們說 有什麼可以改進的地方 給一點點意見 那如果有有聽到的話 不錯就可以繼續努力一下 身為消費者 當然會想要一直追新的飛機 747 777 A380 A350 新飛機出來我們就想要搭 可是8年後怎麼辦 我剛好特別問了 長榮哪些北美線有飛787 他說是西雅圖或Vancouver 那我們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不同的餐點 我覺得或是跟什麼聯名片 影響也蠻好的 當一切的硬體都老化之後 唯一能融化我們的就是 最美的笑容 最棒的服務 感謝你們 謝謝Stephanie 喜歡這個影片 訂閱我們頻道 分享給更多朋友知道 掰掰 咖啡